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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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妹妹 你怎么了 我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你不要哭了 我把这个小鸟给你 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别哭了 我送你回家 好吗 谢谢你 哥哥 现在能送我回家了吗 我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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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哭了 我饭了 你不 Dell'有拍摄 你不就不是一瞬警角落 真的不是你吗 妈 你在干吗呢 我在做家务呢 你不好好在床上歇着 做什么家务啊 我已经满血复活了 就算下楼跑十圈 也不但喘气的 不喘气你就死了 小谷走了吗 还没呢 怎么还不走啊 脸皮可真够厚的 妈 别人没有地方住 多可怜呀 不要一天到晚赶人家走 行不行 天底下可怜的人多了 你帮得过来吗 不是我说你 你们这么湖南滑雪就住一块 很容易让人误会啊 到时候再说呗 都没影的是 怎么没影呢 我给你那些资料你看了没有啊 那可是一大堆既有鼓呢 你在说什么 妈 你是不是最近开始炒鼓了 少来这套啊 每次我一说这个话听你就转移 这次你别想再混过去啊 妈 我这儿有电话进来 我先挂了 我平时都怪你叫女神 但你真把自己当神了是吧 你是个女孩儿 再说了我每次都告诉你小心一点开车 你偏不听 每次都到耳旁房几次了 都只一次两次了 你以为你自己是英雄是吗 你想当灵魂骑士是吗 怎么了 那么激动干嘛 我害怕 不是吧 打还是不打啊 如果你要是不跟他说清楚 他这辈子都会把你当成兄弟的 兄弟 不行不行 打吧 喂 喂 喂 女神 我晚上想请你吃饭 为什么 就当 就当庆祝你康复了 然后再顺便感谢一下 你这几天收留我 对 我找了一家平下一级棒的餐厅 你一定会喜欢的 那里面有好好的 好 那 晚上见 小弟 我有话要跟你说 其实 快快看 哇 有个超级大帅哥 帅吗 我怎么没感觉啊 帅啊 你看他那个肌肉 天哪 我要站在他旁边 肯定特别有安全感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被人保护 你喜欢照着别人吗 我说过吗 肯定是你记错了 我一直都喜欢这种 肌肉猛男型 超级慢的那种 我一直都喜欢 成熟稳重 年纪比我大 还要有钱 对 我以后找男朋友 肯定要找这种类型 你认真啊 其实我一直是一个 特别肤浅的人 视觉动物啊 你刚才说 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我想说 这家餐厅的菜挺好吃的 这服务可真周到啊 这点个菜还送配乐呢 别别别别别 别弄了 柯南 换柯南 其实我从小就有个梦想 就是类似于在这样的酒店里面 听着小提琴 拉着这首曲子 看到底会不会发生杀人啊 我觉得 现在好像我要死了一下 这个菜还真挺好吃的 谢谢你啊 那你就多吃一点 爹爹送你个亲情 处理幸福 吃菜吃菜吃菜 给 你们去那边拉去 那桌那桌也点菜了 走吧走吧走吧 这吹的拉得挺好的呀 干嘛让人走啊 你都说你快要死掉了 那不得多一些目击证人啊 吃菜 对了姑姑 你家的店什么时候修好呀 这都修了一两个月了吧 我还不知道呢 还没通知我 你不会是要赶我走吧 我一个人住习惯了 突然多了一个人 回身不自卖 回头你问问吧 要是修好了 你赶紧回去吧 可你脚还没好呢 多个人好照顾你啊 早就好了 可我 我已经习惯你家的床了 你喜欢呀 那我把床垫送给你吧 那 那你自己吃饭怎么办 一个菜少两个菜多 多个人不是正好 你说得对 看来我是时候 找个男朋友 陪我一块吃饭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给你两个礼拜的时间 买个青椒吧 你去那边帮我拿一个酒黄 明天做酒黄炒肉吃 嗯 给 你拿错了 这不是酒黄是酒菜 酒菜 嗯 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 酒黄是黄的 酒菜是绿的 而且酒黄的叶子要比酒菜细 算了 我去换吧 那你去帮我拿瓶老抽 嗯 嗯 要老抽 嗯 好 给 这次肯定有你想要的 怕我拿错了 我多拿了一瓶 还真不好意思 你真的拿错了 这个是生抽 这个是酱油 都不是我要的老抽 不都是酱油吗 当然不是了 生抽呢 是用来调味的 老抽是用来着色的 这酱油呢 是介于两者之间 用来增鲜的 哦 我我记住了 老抽不是酱油 生抽是酱油 酱油呢是酱油 好了好了 哎 别为难自己了 我都说了 我一个人来就行 你非要是 让我来 让我来 我来本来就是为了提前练习一下 练习什么 以后这些事情 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来做啊 我也得慢慢练起来 什么柴米油盐 老抽生抽 韭菜酒黄的 不然以后的日子 怎么了 我受错什么吗 没有 谢谢你 我一直都习惯 自己做这些事情 不愿意麻烦别人 谢谢你愿意为我 做这些琐碎的事情 先去把奸盒换了 欢迎光临新款到店 雨晴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这里是高档女装店 不是街边小店 注意你的态度 你代表的是我们店的形象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上班不许玩手机啊 你再让我看见一次 也不用等到试用期了 听见没 知道了 站直了 什么场合 什么形象 不就看我年轻漂亮极度吗 店长 我去个洗手间 六八号 沉 谁啊 我姐 喂 姐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在公司呢 没事儿 我妈让你有空回家吃饭 好 我有空就回去 回家吧 快个小区 你个许义人 自己帮上高副帅 不敢告诉我 怕我跟你抢是吗 小西 喂 喂 有空有空 我现在马上过来 你一说找我 我班都不上就过来了 给你点的姜汤拿铁 你应该会喜欢喝甜的 喜欢 你帮我点的我都喜欢 上次不好意思啊 我没打招呼就走了 你不说我早就忘了 不过你没事吧 你那天脸色特别不好 是不是不舒服啊 有没有看医生 我今天有件事情想问你 上次那只小鸟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那个 朋友送的 什么朋友 我 我想不起来了 小说的事了 你能不能再认真想一想 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什么人送给你的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不过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认识吗 这个人 你认识吗 这不是许一人吗 你没认错吗 这是我们小学的毕业照 我怎么会认错 我也在啊 你看 这个是我 你和许一人同伴 是啊 你不是说 这个发假是你的吗 是啊 是我的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们拍毕业照 许一人非要抢着去带 他就是这样 从小就喜欢抢我的东西 他要比我小几个月 爸妈就总让我都让着他点 不过后来 我又抢回来了 你五年级的时候 有没有去过青山 你怎么知道 当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应该有 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 什么叫应该啊 我记不清楚了 那时候我病了一场 醒来就记不清了 再说了 都说是意外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我太害怕 想不起来也不奇怪啊 李哲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坦白 刚才 是我又说谎了 是我表姐 我这不是已经答应了 和你二人事件的吗 所以就 进来吧 施宇说 这是你的私人灵地 我可以进吗 还要我给你发邀请安吗 对吧 对吧 你不生气了 早就不生气了 这儿的景色 还真的挺不错的 许人 在你没出现之前 这里是我的孤岛 我在这里 宣泄对谎言的憎恶 逃避作为方之友的承担 直到你的出现 我开始觉得 这里有家的感觉了 慢慢地 对你的谎也自然其说 不是因为其他 只是因为你 而你的谎 也都是因为我 那也就是说 我以后可以继续说说小谎了 从今天开始 你每说一个谎 我就要惩罚你一下 你这什么表情啊 你是在期待下一次惩罚是吗 那你可以 再说一个方式 不来不来 那你干吗去啊 我给你炖的 清心润肺 你炖呢 小心烫啊 怎么样 请夸奖 吃完了 你这炖的是什么呀 红酒炖雪梨 我酒量不太好 行了行了 别装了啊 干嘛 你为什么不给我叫水啊 神经病 你刚说给我唱歌的 摇乱曲 快唱 好 我给你唱 睡吧 睡吧 喝多了你就快睡吧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说 听好了 听说啊 喜欢我的助理 许一人 虽然他没有屁股没有胸 可欲 这不得了 你说什么呢 但是我喜欢 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讨厌 你干嘛修我 我都没有修你 什么鬼啊 你的可爱鬼 疯了疯了你 你 自己玩吧 不理你 你要去哪儿 你不要走 不得走 嗯 你怎么没有胸啊 疯了疯了 方之勇 你自己睡吧 对 我睡得了 怎么没人给我浇水了 自己给自己浇水 咕噜噜 怎么样 宝贝 舒服一点没有 我要和工作 一天站十个小时 真不是人干的 你和我腿都站粗了 妈知道妈知道你非常辛苦 可这个工作 可是你妈托了你爸的老同事 好不容易争取到的 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 你坚持坚持 坚持不了 你自己去试试 什么破工作 这么辛苦 才这么点钱 宝贝 那可是你没有看到 他的潜在价值 你想想 在那儿进进出出的 都是些什么人呢 都是有钱有素质的 优质男人 这样的好机会 花钱都买不来 说不定哪天 我的小宝贝就碰上个高富帅 我还真看到一个 又有钱长得又帅的 谁啊 不过你猜他和谁在一起 跟谁在一起啊 许依然 不会 说不定 也许 是跟什么客户开会呢吧 你跟客户开会约商场啊 而且他们俩还手拉着手 这关系肯定不简单 他居然还敢骗我们 说没有男朋友 没男朋友这是什么 不行 你干吗 我问问清楚 他存心要骗我们 你问他能说吗 你一问 他就更防着咱们了 这死丫头 怪不得像李哲 那么优秀的男人 他看都不看两眼 原来我以为他是好心 让着你 没想到啊 他有更好的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李哲可不比那个人差 对对对 妈知道你对那个李哲感兴趣 妈也觉得他不错 一人有男朋友挺好的呀 就没人跟你争了 你给我上点心 知道吗 还用你说 妈 你还记不记得 我小学五年级那会儿 办理组织春游 娶一人走丢那件事 记得啊 害得我跟你爸 大半夜的跑青山 你说他害不害人 那他那只小鸟 是不是那个时候拿过来的 什么小鸟 就是那个 他一直当宝贝收着 这次还特意嘱咐 给他带过来的 那个草叶边的小鸟 那我可没留意 你要那破玩意干嘛呀 不是我要 是李哲 他好像对那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今天还特意来问我 幸亏我骑林 说那个小鸟是我的 他怎么对那个玩意感兴趣呢 不知道 但我总觉得 这事没那么简单 已经确认过了 于晴没有撒谎 徐一人十岁搬到他们家之后 他们就一直是同班同学 私家侦探也问过当年的班主任 他只记得有学生走丢过 但具体是谁 他也记不清我 我找了这么多年 现在终于找到了 我找了这么多年 现在终于找到了 没有办法确定说 于晴就是那个小女孩 徐一人还是有机会的 不如 问问清楚 真是我可以死皮赖脸的 继续纠缠着徐一人的最后一个理由了 好让你不扯 如果最后不是他 我听过暧昧的承诺 我该怎么办 不说过暖心的时刻 我爱过光云的交错 那刻 不说暖心的时刻 不说暖心的时刻 我希望是有区别的 不说暖心的时刻 你怎么办 不说暖心的时刻 不说暖心的时刻 我这受死与我 怎么在地下摔啊 不会是我把它踢下去的吧 那个 起来你啊 走 走 我怎么睡在地上了 怎么了 我的 我的药 有点痛 昨天晚上还做了个梦 梦到有人一直在踢我 你看我干嘛 又不是我 那个 我先去洗漱了 喂 姐 有空 好 那一会儿见 这个盒饭特别好吃 我已经连续吃一个星期了都没吃你 我请你 姐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吗 没事不能找你吃饭啊 我们都多久没一起吃饭了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们经常这么一起吃便当的 好吗 这么好吗 我吃了一碗 我吃了一碗 煙子吧 哇 哇 哇 香啊 好香啊 好香啊 水都要流下来了 这是我拿走的 哇 好厉害 我太喜欢了 那是虾子 我只会做这种的东西 对不起 我吃一个吧 我只会做这个东西 我吃一个吧 我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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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店长最近更年期 整天拿我撒气 反倒我都想换工作了 还是羡慕你啊 每天只要漂漂亮亮 坐在办公室里就好了 哎 你们公司还招不招人 帮我引荐一下呗 我们公司不招人 那别的工作也行啊 你帮我介绍一下 就像你这样 轻松一点就行 姐 你这份工作才做了没几天 上几份工作也是这样 我觉得 你还是踏踏实实地做好这份工作 至少 你要过了试用期啊 你不想帮就直说 我是没有像你那样 在大城市里见多识广 那么有手段 不过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你这手链挺好看的 你干嘛 我又不要你的 这么紧张 男朋友送你的 不是 你偷偷告诉我 我绝对不告诉我妈 你是不是交男朋友了 没有 真的没有 你不用操心我的事 也不用惦记着我的东西 你不是喜欢吃这个便当吗 火的也给你吃 都吃了吧 明显有问题 他居然敢怼我 算了 还有求语的 对了 你要的东西我帮你带过来了 记得有朋友去家里拿 我周末就回去拿 我看见那个盒子里 有个草叶边的小鸟 挺可爱的 那个不能给你 绝对不行 紧张什么 我不要 不过那个到底是谁给你的 你当个宝贝似的 我原来不是说过吗 小时候交友走丢那次 把我送到派出所 那个小哥哥送给我的 小哥哥 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当时急都急死了 也忘了问 那你后来没去找过他 他把我送到派出所就走了 后来想着找他 可是也不知道从何找起 看来 李哲应该就是救过许一人的 那个小哥哥 那还真挺可惜的 吃啊 吃啊 你吃吧 顾伯 干嘛啊 我午休时间快到了 我告白失败了 夏帝 拒绝你了 比他更惨 他基本上是在说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我 夏帝喜欢的 是那种 微猛的 成熟的 年上的 有钱的 我只勉勉强强满足这一个 怎么可能呢 夏帝他从来都不喜欢那种肌肉猛男型的 话都没话过 更别说什么有钱的了 让开让开 就他这水平 自己的感情都搞不明白 他给你当救师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我哥 不是 你这小屁孩 你偷听大人讲话 本来呢 还想大发慈悲地给你支两张 既然你是这种态度 那还是算 不是 我没听错吧 你说你 你要给我支张 你能听到我们说什么 崔茵茵 红娘 西相记 你没看过 真浮 你问他 我的招我管不管用 他和我哥在一起 是不是得谢谢我 红娘 你看 今天太阳这么大 怎么能不打伞呢 都晒着了 我给你折折太阳 对了 我们去个好玩的地方 咱们好好聊聊怎么样 走 你不是要找你哥吗 一人姐啊 赶紧回工位去吧 一会儿方舟又找不到 你该着急了 甭管我们了 走 转告张生 下个月那天老爸会一早去 让他自己安排好时间 哪天啊 好吃吧 你慢点吃 这还有好多呢 我待会儿能打包一个吗 当然能了 你看 这乙香都是你的 不行 得织完招之后才能吃 其实很简单 你说着这么多 种种自相都表明下地大大 就算是现在不行了 他也不会讨厌你 为什么 你想想 你会让你不行了 能住你家吗 不会吧 那你会让你喜欢的人 住你家吗 会吧 但他现在不让我住了呀 那一定是发生了 什么让他没成的事情 但是 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他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 女人嘛 有口是什么类的权利 说明我还有戏 这可能是他对我的考验 我要回去再跟他告白一次 谢谢你啊 小红娘 这一箱都送给你了 你能不能天然把话说完 还有一种可能 他把你帮兄弟 不想说出来 会变得很尴尬 兄弟 兄弟 贺总呢 方总 贺总今天又请假了 又没来 怎么了 贺总这三天两头的不在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骆小八 你有什么最新消息没 我觉得吧 我这个方圆白小生的名头 可能是保不住了 之前方总和贺总吵架 贺总从来没有生气过 这么长时间啊 对啊 也不知道这次到底是怎么了 好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了 想什么呢 没什么 累了吧 我给你按 好 你和贺总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你们啊 我 嗯 我怎么了 他知道我们在一起 就和我打吵了一架 贺总 是不是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 宇文很少发火 可能是李哲的事情 跟你的事情 我都没有告诉他 所以他才生气的 等他消了气之后 我再去找他 放心吧 没事的 对了 施宇刚才来过了 他让我告诉你 下个月的那天 让你自行安排时间 说你爸爸一大早就会去 是什么事啊 嗯 怎么啦 是我妈寄人 每年的忌日 你都会避开你爸爸吗 是啊 见了面又要吵架 不想让我妈看到 对了 记得带一束茉莉 我妈喜欢 好 我也去吗 对啊 你不说我还想跟你说呢 是时候让你见见他了 可是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要准备什么 你这一身就挺好看的 好 我们一起去 嗯 那 你什么时候 带我去见你的 舅舅舅妈 我 舅舅家 最近 有点 等 公司这段时间忙完了 再去也一样 嗯 抱完去工作吧 你该减肥了 讨厌 你好好休息 嗯 好好休息 嗯 那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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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夜全部擦亮 整个喧嚣世界该停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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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